他在这个中间这12年 我就发觉因为以前我都会到 我跟我们的伙伴都会到各处去演讲 结果台湾大概全省都会知道 老虎孔雀 吴伟雄 职业名人都会讲 可是只讲得很浅 就好像鹦鹉学话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非常深 它的内涵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后来在台湾这12年 只要没有学我们的问卷 没有上我们的课 我们就不去做这种的演讲 所以在台湾这12年 这10年就比较安静 刚好这12年我又去大陆 就希望把这个系统带入到 世界景丁的研究所 我很高兴去年中欧这个教授 将我们的PTP系统在他的学校 交了10年以后 跟我共同著作 然后我把它做了 他另外又追加了10位现代的经济的 在中国大陆现在最有名的经济人物 再加上我的五位的经典 就是老虎型 包括孙子 孙子 还有孔子 还有老子 然后老子就是五位雄型 孔子就孔雀型 然后猫头鹰就是包青天 然后变色龙就足隔口鸣 再加他现代单代的人物 又完成了第9本 那